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查 调查是说除了李清安之外 另外一位栏尾就是我 后来在立法院呢 大家这个再拆来拆去拆了一个页 但是怎么想 他们也不可能想到说 恐怖局怎么会有美国局 是不是因为我到美国去留学过 然后到硕士 当时都没想到我 可是美国国务院的调查 确确实实是有我的名字在上面 为什么 因为出生年夜日 出生年夜日 还有这个英文名字的拼音 完全一样的 我英文名字拼音就16个 16个拼音哦 出生年夜日 6个 你说有20多个密码 完全相同的 这个实在是这个激励 实在是太 不太可能 但是呢 美国国务院的来喊说 我有美国局 因为姓名的拼音跟那个 那个什么 这个出生年夜日 是完全一样 后来呢 我们立法院还好 没有马上公布 王院长呢 他帮我一个忙 是不是请国务院再调查 美国国务院在调查之后 一查那个性别啊 就查出来了 马上就给我这个澄清 说恐怖局没有美国局 但是你想想看 我们另外一位立法委员 李清安 对不对 到弄到这种地步 我说没有美国局 就没美国局嘛 我当时就跟 就讲说 我如果有美国局的话 我马上下台负责 因为我根本 在美国两年 在求学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升级美国局 但是呢 美国国务院啊 那杨书帝主任 他这个只是来 来一封信跟我表示道歉 来一封信跟我表示道歉 就这样子而已 部长 他就来一封信 来跟我表示道歉 我是堂堂的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 这些是美国国议员来说 我有美国局 那如果真的是像李清安这样的话 那我真的是身败名裂 当时啊 这个情况啊 可能是很难跟别人讲了 是自己感受了 那第二个是 台美牛肉议定书 你们签署的 外交部北美市有在场 台美牛肉议定书 部长你有参与过这个 谈判跟协商吗 我本人没有 但是外交部作为政府团队的一部分 参加了几次这个视讯会议 那主要这个有关技术性的专业性的 这个部分是卫生署在负责 你们那个主谈的代表是哪一位 参加台美牛肉议定书的 我的了解应该是这个卫生署的这个官员 以及我们谈判总代表 经济部的谈判 贸易谈判总代表 是一位市长吗 那你们北美市的市长也有参与吗 是北美市市长参加过 北美市的市长请上来一下好不好 你有没有参与过 视讯会议 你们部长都没有参与过 你参与过几次谈判 就是你们在签订台美牛肉议定书以前 你参与过几次 报告委员 我参加过两次视讯会议 两次视讯会议 对 对啊 这个已经签出来了 美国牛肉搞到这种地步 当然经济部的 卫生署的 全部都被痛骂一顿 卫生署长被K的满头包 所以我记得说 这个美国牛肉呢 当时我们这个党团 劫策的一个失误啊 这个让我来领嫌提这个案 害得我这个电话也被塞爆 如果说美国牛肉 如果是照我这个版本过关的话 美国是欠我一份很大的人情 对不对 为了美国旗就是为了美国牛肉 但是但是你们你们呢 你们是外交部啊 可能只是在外面 这个等那个成果 现在前面再打第一线都是卫生署的 未完委员会 等到美国牛肉真的有一天可以进口的话 到时候这个我们部长 可以风风光光的到美国去访问 但是真正来讲 我们在前面啊 这个炮灰的都是我们这些委员 所以我所以我觉得美国牛肉这个这个事情啊 当然了啊 这个我接了将近一百通的电话 没有一通电话是原住民打来的啊 我们原住民现在还在找肉吃了 说实在还管他是那个能够吃到牛肉啊 这个不管是哪一国的 我们都没有肉吃啊 所以我所以我我才胆敢提那个案子 但是我后来我策案了 啊因为我觉得这行不通的 啊因为这个这个有很大的一个辩论 有很很多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特别挤这两个例子了 啊这个 呃特别让部长了解一下啊 从那美国局一直到美国牛肉 我都跟美国有关 所以美国是欠我一份公道 下一次去访问的时候 是不是外交部啊应该好好安排一下啊 啊然后借借到美国 然后借到南岛南岛民族的国家 下一次我们去美国访问 我请孔文吉当帅上 我礼价给他 哈哈哈哈 做的委屈太多了 谢谢呃张伟了 那我现在想去一个正题就是 请请问一下部长哈 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议题啊 我们那个西班牙住 呃我我我国住西班牙的代表是哪位 黄大使黄龙脸黄代表 是黄代表嘛 是那西班牙有没有 有没有住住华的代表 有西班牙有住台北的代表处 那我们我们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大使跟代表 他们的这个代意是不是一样的 是我们给他的礼遇应该是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们正在要求他给我们对等的待遇 对等的待遇嘛 西班牙也不是一个免签证的国家嘛 但是我们有给他免签证嘛 有但是我们这个西班牙欧盟的这一部分啊 如果欧盟申根签证通过以后 西班牙就包括在这个免签证的这个欧盟申根27个国家里面 我们国人到西班牙去也就可以享受免签证 好那我现在是在帮那个西班牙的代表黄龙脸黄代表 帮他讲几句话了 是 他在那边可能也受到很大的委屈了 跟他们的代表在我们这里的这个代意好像很不公平 不管是说在外交的身份 还有在车牌在免税这个部分啊 部长这个你是不是可以 外交部这里啊 是不是可以积极的帮我们驻西班牙的代表 能够帮他来争取 跟西班牙交涉一下沟通一下 是我们会就这一部分来努力 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在持续这种努力之中 西班牙同意在今年的9月15号啊 免试核发我们出租同仁的驾照 可以不必不必在另外考试了 另外这个驻西班牙同仁眷属申请到西班牙去的签证的时间啊 以往都要两到三个月 那么现在呢 他也同意简化我们这些同仁到那边去的签证的程序 所以到那边去啊 应该可以一个月就可以拿到 这个是一种改进 当然不满力了 我们还要继续加加强了 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西班牙驻华代表这边来反映一下 会 好不好 这个部分请部长这边重视一下 那另外就是这个 再请教一下部长 不敢当 南太平洋高峰会啊 本来在所罗门群岛要举行的嘛 后来这个马总统本来要参加的 那是因为风灾的关系啊 是 他因为穷疑这个应付这个莫拉克台风啊 是 那所以他没有没有7成 那我想请教一下 下一次南岛以去国家 什么时候再召开 类似这样的一个国际的高峰会 然后马总统可以亲自去参加的 我们在检讨 在南太这一部分啊 是用什么一个方式啊 来加强跟他们的关系 是要照以往这种这个高峰会 一起开会的情形呢 还是要单独去访问 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定案 因为各有各的这个好处啦 然后我们要以我们国家的利益 以及当地国能够得到 这种访问或开会 最大的利益的公约数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要再开 这个高峰会 或是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 出访的方式 比较合适 我们还在考虑 那你最近知道 你知道的像马总统最近 可能有可能访问南太乙系 南岛乙系国家的 最近的一次的行程会是什么时候 现在因为这一部分 跟总统府的这个总统的行程有关 还没有最后确定 但是总统有意识 这个会到这些南太的国家去 这个访问 最快是什么时候 现在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还没有最后的确定 有没有 是有没有已经建议给总统 有没有建议给总统到哪一国 到索罗门 到斐 到斐 到什么 马斯奥尔群岛 有没有 如果去的话 这些国家应该都会在我们考虑里面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最后的 主动 承报给总统吗 还没有最后的确定 初步的这个沟通 但是还没有最后的确定 因为 这是牵涉到总统元首出访的行程 所以确定以后 应该由总统府的这个发言人来向外公布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要做的比较积极一点 所以在民进党主政的时候 阿扁就已经去过斐济好几趟了 他每次去斐济的时候 都会邀请原住民的立法委员 当然我是没有被邀请的名单之内 有邀请别的 别的原住民的立委 但是他联系三年都有到斐济 到我们的邦交国 其他的邦交国 斐济不是邦交 那我觉得马总统现在上任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去过 我们这些难道以去的邦交 是有点可惜 我们会做建议 而且总统他也有意识 到这些邦交国去访问 最近我陪同王院长 接待过几次宴会 我们北美市的副市长也都在吧 那几乎在南岛以去的 所罗门群岛的 或者是土阿鲁的 诺鲁的来的时候 那我们王院长都亲自设宴款待 那也会邀请我们原住民的立委 我都会参加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国会这边 反而是 王院长这里很重视的 就是这些首国会议长 或者是总理来的时候 这个我们都会来陪同这样子 那我觉得说这个部分 总统这里 总统府这边 特别是我们马总统应该多重视一下 是 好不好 这个特别是这边 我们有六个邦交国 六个马赛尔群岛 索尔门群岛 六个邦交国 六个邦交国 那总理都来过了 他们国总统都来过 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可能 亚太师这里 应该要积极的去规划 有 我们都在做建议 要建议总统 要赶快 看是不是明年 尽早能够去一趟 是 好不好 谢谢 就这样了 谢谢 谢谢公议员